魔道祖师之皇子求放过 第五集 前世作恶 今生继续 方才那捉人在讨论 那小娘子能在那畜生不如的狗官手里活几天 为此还设了赌具 蓝忘记也是因此才动怒 这全人的丑恶嘴脸 和那狗官又有何不同 在这座茶楼里 他们洞悉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也明白了齐山镇表面上的祥和 掩盖着的是内部的破败不堪 那狗官名为温朝 在齐山镇任职已有四年之久 这四年里 齐山镇的百姓有苦难言 只因他上头有人 无人能撼动他的位置 而他上面的人蓝忘记 和蓝西辰非常的熟悉 正是如今的皇后 温朝乃是皇后的表亲弟弟 因此 他在这齐山镇可谓是呼风唤雨 即便是将百姓们折磨至此 他们也不敢状告他 为避免遭受温朝迫害 齐山镇许多年轻人纷纷搬离家园 但他们并未闲着 将温朝的恶行散不开来 蓝西辰就是如此得知消息的 他们不敢直接状告温朝 是因为惧怕皇后吹枕边风 影响皇帝决策 但他们坚信 只要将温朝的罪行传遍天下 皇帝必定不会坐视不管 只可惜 这怕是要让百姓们失望了 当今皇帝终日沉浸在皇后的温柔乡里 连草朝都已不在上 又怎会在意这些小事 被招来的 也就只有心系国家万千百姓的蓝西辰 他身为太子 虽然年纪尚轻 但手中仍握有部分权力 废掉一个地方官并非男士 然而 要想彻底铲除温朝这个祸害 还需搜集他的罪证 只有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才能将他绳之以法 永绝后患 他们出了茶楼 突然传来一阵全废 一个满身尘土的小孩 从蓝忘机面前跑过 他身后紧跟着一群狗 蓝忘机的眼神 不自觉地追随着那一闪而过的身影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保护欲 他总觉得自己应该保护这个小孩 这种感觉毫无来由 却又无比强烈 蓝西辰转头看了一眼弟弟 轻声道 忘机 若你心中在意 就去看看吧 那小孩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蓝忘机回过神来 神色依旧冷淡 兄长 我没有 蓝西辰不再多言 只是微微一笑 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弟弟的性子了 齐山镇的居民对温潮的罪行会莫如深 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却三间七口 令人费解 茶楼里偶有胆大的年轻人 也只是道听途说 所知有限 要想了解更多实情 只能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打听 他们才是最了解温潮的 兄弟二人在齐山镇探访多日 却发现如今的居民早已不是当年的那批人 多数都是不知情的外乡人 在此地野住不长久 在齐山镇 住得最久的当属北区卖菜的老伯 他祖祖辈辈都在齐山镇扎根 面对温潮这样的人 他也从未想过离开 老伯家里的小辈们曾想逃离齐山镇 但他不允许 甚至放下狠话 只要离开这里 就断绝关系 然而 小辈们最终还是走了 只留下老伯和他的妻子在齐山镇相依为命 孩子们只是偶尔回来一两次 而且回来的都是男丁 女娃们根本不敢靠近齐山镇 前两年 老伯的妻子病倒了 为了筹集药费 他起早贪黑的种菜 卖菜 可齐山镇的药太贵了 老伯根本负担不起 只能依靠孩子们偶尔回来时 帮忙抓两副药 如今 老伯的妻子依然躺在床上 齐山镇的生活成本太高 而老伯的收入微薄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蓝忘机与蓝锡城二人高驾请来了齐山镇最好的大夫 欲向卖菜老伯略施善意 一求其放下戒心 然而 老伯一见他们 便立即关上了门 高声喊道 小公子 请回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二人并未因此放弃 蓝锡城上前一步 再次敲门 直接道明来意 老伯 我们并无他意 听闻您妻子病重 特请大夫前来诊治 我们只是想尽些绵薄之力 还望老伯成全 过了许久 老伯终于开了门 让他们进去了 他的妻子确实病情严重 急需大夫诊治 去年孩子们归家时 并未请大夫前来 只是随意抓了些补药 吃了许久也不见成效 蓝忘机与蓝锡城并未让侍卫们跟进 只因戳见老伯时 他就表现出对侍从的惧怕 为避免吓到他 二人值得令侍卫们留在屋外守候 老伯的妻子病情危重 大夫亦无良策 若能早日久医 或许尚有一线生机 而今回天乏术 大夫也是爱莫能助 除非请来宫中御医 或许还能有一丝希望 老伯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并无过激反应 他深知平民百姓身份低微 根本没有能耐请动御医为他们治病 蓝忘机轻转蓝锡城的衣袖 眼神是与他出面相助 蓝锡城会议 转身走到屋门口 高声对着一位侍卫喊道 你速回京城 务必将温太医请来 被指明的侍卫领了指令 瞬间消失在了他们眼前 若他不眠不休 三日内应该就能将温太医请过来 老伯万分惊讶 他知他们身份不凡 却没想到他们还有能力请出宫中的御医 温太医的名号他是知道的 乃是皇宫里唯一的一位女医官 也是太医院中医术最高明的御医 老伯激动不已 声音发颤 脚步亮强地走到蓝忘机和蓝锡城身前 双膝一弯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多谢二位公子相助 蓝忘机和蓝锡城 赶忙将老伯扶起 掺着他坐在了一旁 有些破损的椅子上 老伯似是有千言万语 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然而 蓝忘机和蓝锡城 却在这时选择了离开 老伯看着二人消失在夜色之中 屋里虚弱的妻子在此时出了声 都告诉他们吧 或许真的能帮到齐山镇 沉思良久 老伯处着拐杖 走到了妻子床边 在床底藏了多年的秘密 也该公之于众了 这是能证明温潮一项罪行的秘密 其实 齐山镇之前也来过像他们一样的人 但那些人是温潮的手下 故意装作来为村民打抱不平的 在街道上四处询问 只为探查镇上的人 是否敢公开温潮的罪行 当时 但凡有人说温潮坏话 不是受伤就是丧命 无疑幸免 老伯说的不多 只控诉了温潮强强民女一事 毕竟他的小女儿 就是被温潮强行带走的 老伯也因此被温潮手下的人 打断了一条腿 此后见着身后 跟着侍从的小少爷 都躲得远远的 生怕又是温潮派来的人 这也是老伯畏惧蓝旺鸡和蓝西辰的原因 他不想重蹈覆辙 毕竟他已经无法再承受这样的伤害了 这也是老伯畏惧蓝旺鸡和蓝西辰的原因